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此时一道身影哭笑而来 金仁赤侯眼见敌人众多身形飞腿 那身影一枪刺出 枪锋跟随金仁赤侯变化了数次 直死入赤侯的心坎又拔了出来 这一杆大枪看似平平无奇 却转眼间越过树杖的距离 冲死 输回 尾时是大巧若竹 反谱归真的一击 把脸与老玉一看便认出了来人的身份 俘虏前辈 你为何还在此地啊 我留下最好 俘虏看了两人一眼 两位速走 我等留下 把脸说着 手上也拿出了生药包 迅速为失了手指的老玉 包扎与处理生事 俘虏前辈 你是当今陆林的主心骨 您不能死啊 我等在这儿 尽量拖住金狗一时片刻 为大狙击 你快些走啊 你们才该快些走 俘虏的目光严肃 我等先前听说 是蜿蜒羽翅临兵攻打西城县 而今蜿蜒羽翅来了这里 带的兵马也不多 大队去了哪里 有谁带领 若戴孟威真的心怀不轨 西城县如今是何等局面 好吧 兄弟 你速来明大举之进退 我留在这里 足可托住完隐与翅 也未必就死 这里逃出去的人越多 将来便越多一份希望 您是陆林的主心骨啊 西城县有成千上万 英雄要死 区区鹿陆林 何足道 区区鹿走向远处 有骨头的人 没人吩咐也能站起来 把脸胸口的伤势不重 给老玉包扎时 两人也迅速给胸口的伤势做了处理 眼见区鹿的身影便要离去 老玉挥了挥手 我受伤不清 走不得了 福禄前辈 我在临终设伏 帮你先忙 谢谢了 福禄的声音从那头传来 把脸站在那正了片刻 老玉推了推他 走吧 去传训 他咬了咬牙 最终一拱手 放声道 我老八对天发誓 今日不死 必杀戴孟威全足 不知哪里有硬鹤声传来 我也是 我老八对天发誓 今日不死 必杀戴孟威全足 呼啸的声音在林间鼓当 已是满头白发的俘虏 在林间奔走 他一路上已经劝走了好几波 认为逃亡希望渺茫 决定留下来多杀金狗的陆林豪杰 中间有他已然认识的 如头问了他和相处了一段时间的金城虎 如早先曾打过一些交道的老八 也有一位为他叫不出名字的英雄 这些人都不该死 能多获一位 天下或许便多一份的希望 他这一生 前面的大半段 是作为周同的家谱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他的性情平和 待人接物身段都相对柔软 便是随周同习武杀人 也是周同说杀 他才动手 身边人中便是妻子左闻英的性情 比起他来也更为果决刚烈 周同性情刚正伶俐 多数时候其实颇会严肃 说一不二 回想起来 前半生的福禄与周同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身影 但周同去世十余年来 这一年多的时间 福禄寿宁一相招 起来发动陆陵人 共抗女真 不时要发好失礼 不时要为众人 想好退路 他不时地思考 若是主人仍在 他会怎样做呢 不知不觉间 他竟也变得越来越像 当年的周同了 树林边缘 有火光跃动 老人手持大枪 身体开始朝前方奔跑 那树林边缘的棋手 举着火把 正在放火 陡然间 有凛冽的枪锋呼啸而来 那棋手还在马上 喉咙扑地被刺穿 枪锋收了回来 不远处的另外两名骑兵 也发现了这边的动静 策马杀来 老人持枪前行 中平枪平稳如山 转眼界 血液爆开在空中 失去骑手的战马 与老人擦身而过 老人抬起头 看到了不远处山峰上的 完颜羽翅 这一刻 骑在漆黑战马上的 完颜羽翅 也正将目光 朝这边望来 遍刻他下了命令 箭头上点起了火焰的弓箭手们 将目光锁定了这边 老人手持大枪退入树林 火箭的光点升上天空 朝着林子里降下来 老人持枪走向林子的身处 护风便有烟沉与火焰升起来了 林子不算大 但真要烧光也需要一段时间 此时在林地其余的几处 也有火焰燃烧起来 老人站在林地里 听着不远处隐隐的厮杀声 与火焰的呼啸传来 耳中响起的 是十余年前 刺杀完颜宗汉的战斗声 呼喊声 苍龙符的低银声 这场战斗在他的脑海里 从未平息过 文英啊 他想 或长或短 人总会死的 有的不过早晚之分 天空之中风声鹤唳 海东青飞雪 下方的林子里 他们正与十余年前的周同 左文英正在同一场战争中 并肩作战 巴连抢夺了一匹稍微温顺的战马 一路厮杀 奔逃 这一天已然临近傍晚 他才靠近了西城县附近 接近南方的山林时 他的心已经沉了下去 林子里有金兵珍奇的痕迹 天空中海东青在飞 他切了战马 穿过林子小心翼翼的前行 但道德半徒 终究还是被两名金军赤猴发现 他奋力杀了其中一人 另一名金人赤猴要杀他时 林子里又有人杀出来 将他救下 来的也是一名风尘仆仆的武人 在下金城湖 昨日去一见过八爷 巴连拱了弓手 两人皆是自那山谷中杀出 心中惦念着山谷中的情况 更多的还是在担心西城县的局面 当下也未有太多的寒暄 一道朝着林子的北端走去 树林越过了山脊 越是往前走 两人的心中越是冰凉 远远的空气中正传来异样的躁动 偶尔透过灵气 似乎还能看见天空中的烟雾 直到他们走出树林边缘的那一刻 他们原本应该小心地躲藏起来 但扶着树干 筋疲力尽的巴脸 难以抑制地跪倒在了地上 南方沦陷一年多的时间之后 随着西南战局的转机 戴蒙威 王斋南的登高一呼 这才激励起了数支汉家部队起义反正 并且朝西城县方向聚集过来 这是多少人费尽心机才点起的惺惺之火 但这一刻 经过的骑兵正在撕裂汉军的军营 大战已接近未胜 而在战场上飘荡的 是原本应该身处数百里外的完颜西影 下日江畔的晚风呼咽 伴随着战场上的号角声 像是在奏着一群苍凉古旧的晚歌 晚颜西引起在马上 正看着视野前方的汉家军队一片一片地逐渐崩溃 大量的部队已经放下武器 在地上一片一片地跪下了 有人负于顽抗 有人想逃 但骑兵部队毫不留情地给了对方一通计 这些部队原本就曾投降过大军 眼见局势部队又得了部分人的鼓舞 方才再度反叛 但军心军胆草丧 他带来这里的骑兵既是不多 在得到了不防情报的前提下 却也轻易地击溃了这边聚集的数万军队 也再次证明 汉军虽多 不过都是无胆费累 远远近近 一些衣着蓝领 刀枪不齐的汉军成员 跪在那发出了哭泣的声音 但绝大多数仍只是一脸的麻木与绝望 有人在雪坡里嘶喊 嘶喊也显得低哑 受伤的士兵仍旧害怕引起精兵注意 蜿蜒西影看着这遗迹 偶尔有骑兵过来 向西影报告斩杀了某个汉军将领的消息 顺便带来的还有人头 齐巴克原本属于将领的人头 已经被扔在地上 活捉的则正被押过来 不远处有另一波人进了前来参拜 那是主导了这次事件的大儒戴蒙威 此人六十余岁 容色看来悲苦不苟言笑 西影原本对其颇为欣赏 甚至于在他反叛之后 还曾对完颜与斥 讲述儒家的可贵 但眼下则有着不太一样的观感 他受了戴蒙威一礼 随后下了战马 让对方起身 前一次见面时 戴蒙威虽是投降之人 但身却一直彼之 这次见礼之后 却始终微微攻着身子 两人寒心起去 沿着山脊 信不而行 老实说 戴公闹出如此声势 最终却休疏于我 将他们反手卖了 真是说在别人那里 说一句我大金天命所归 使实物者为俊杰 我是信的 但在戴公这里 我却有些疑惑了 书信简略 请戴公有意交往 戴蒙威身去回宫 一步一驱间 双手始终拢在袖子里 此时望了望前方 平静地说道 只要古山应允了 先前说好的条件 他们便是死得其所了 况且他们与黑棋军构计 原本也是私有余辜 戴公真忌讳黑棋军至此 由甚于我大金 大金乃我汉家之敌呀 可道德此时终有退去一日 大帅于古山北归之后 黑棋军跨出西南便可长去直近 为我五朝江山哪 宁叶曾说过 要灭我儒家 后来虽无明确动作 他因老朽看来 这只是说明他病不如吧 一旦动起手来 威祸更甚哪 古山明依灭如是灭不了的 但那却能令天下徒天几年 几十年的动荡 不知多少人要因此死去 好 古山或许不同意老朽的看法 也教不起老朽的作为 此乃人情之常 大金乃星星之国 锐利而有朝气 古山虽研读儒学一生 却也见不得老朽的臣服 可是古山哪 金国若长存于是 迟早也要变成这个样子的 与之故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坠续》 第1054集 穿越历史小说《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眼不仁》 天地为鸿路 人情盛世好烦 嫌波澜 拔刀雪剑情乱 以为阴魂雪苍然